咱们继续讲 民国期间忠贞专辑 话说忠贞出道安南 当地的规矩是傍晚摆旗 次日决斗 刚摆出来就传开了 说来了一个傻子 黑方一步成沙 进族平族 平族进族 所以红方必须进攻 而且必须带响 那黑方鞠不敢抬起来 因为重炮杀 所以只能干掉炮 红方再进炮 还带着响 然后赵头一棒子 不就白白了吗 对不对 本局是忠贞的封神局 不可能这么简单 好 咱们回到初始见面 白旗不是为了耍裤 在当时 都是要下注的 所以 必然甚至又甚 当地高手 经过缜密计算 和反复的演练 得出 黑方必胜的结论 第一个炮 必须吃 玄机在第二个炮 不能吃 而是禁局 解了将 解了沙 哪双具对头 红方也不敢吃 因为一招毙命 所以红方必须带起来 当然黑方不能禁将 禁局 再禁兵 连将杀起 所以当前局面 只能平将 把黑将引离 但是问题来了 红方断将了 够不着 关键这个局还不能躲开 因为平足 平局杀 所以红方无奈 只能吃局 仅此一招 然后 绝杀无解 对不对呢 好 咱们又回来了 因为是傍晚败齐 次日决斗 一晚上的时间 必须考虑周全了 第一个回合 没有争议 第二步 浸泡 当地高手权威认证 红方必败 那黑方不等人呀 既然 浸泡 被否定了 那红方 就只能平炮 就只能平炮 对不对 挡住老将 给了沙 还沙 小兵一平 就带走了 但是 黑方平足 在平局 绝杀了吗 当然没有 红方还能平兵 黑方 如果杀兵 红方平炮 一倒 反杀 黑方只能退回底线 浸泡一塞 绝杀无也 所以 所以 黑方不能杀兵 禁足 要杀 这样 红方杀眼了 仅此一招 还是单要选择 然后 一招 毙命 这就是 当地高手联盟 一晚上的研究成果 认为 黑方必胜 是铁打的 结论 好 天亮了 开始决斗 当地爱好者 一晚上没睡觉 自然是选择 黑方 下面 浸泡 平炮 都是黑方必胜 关键没有 第三种选择 红方怎么办呢 中人选择 浸泡 拿众人 骚动起来 很多人都向着雪梅 多么熟悉 而又令人兴奋的节点 解将 解杀 还杀 红方 的走法 没有超纲 都是晚上 高手联盟 反复演练的结果 据说 当地的首富 祖宅都压伤了 因为神仙 也解不了啊 对不对 但是 忠贞禁居一将 在弃兵 不敢杀兵 平居 撸掉小卒 黑方就完蛋了 所以 这能平开 红方再骑兵 还是不敢杀 还是 罗小卒 所以这能平将 又是 骑兵 这次老将不敢动了 一招必命啊 所以当前一面 只能杀兵 退居一将 不能进将 也杀了 所以黑方只能退将 然后 红方弃居攻杀 因为刀着小卒啊 所以黑方只能杀 居 特别说明 何其 是百其人胜 局面至此 选黑方胜的人 当场都疯了 因为平将 就撸足 退将 就退炮 然后 围观者 一哄而散 回家 补肌道去了 就是 何其 子 你 我 你 我 在 我